六個人交保走出地檢15個個躲避鏡頭 其中被檢方列為總操盤手的郭再卿 走在最前面戴起帽子大喊起來 含著無辜的郭再卿 他300萬元交保金額最高 而後前國民黨副議長李文俊 100萬元 後面的黃麗昭也是100萬 而楊志強200萬元 林世傑同樣200萬元 而李文俊的密友黃怡萍 50萬元交保 全部六個人通通限制住居 六名被告雖均否認犯刑 因無勾串被告及證人之餘 因無逃亡之餘 任無積壓之必要 交保同時不止所有親友 帶著一整疊鈔票來 先任議長同位被告的邱莉莉 也到現場 和有人聊天聊聊一半 突然啜泣了起來 而被起訴當下 他現身議會是這麼說 我們因為要慎選 我們必須要尋求他人的支持跟合作 這起議長會選案 就是從邱莉莉開始 為了贏郭信良一掌寶座 他和郭再卿合作 對話提到 他把傢伙都賣掉了 也就是財產 要跟綽化歐兵的郭信良拚了 這次沒有贏 算我漏氣 看得出來 邱莉莉就是決心要贏郭信良 而郭再卿還提及 上一次選舉花了三千萬 這次可能要花上上億 而其叔叔也屢次提到 一票一千萬 像是郭再卿跟對方手比一等等 至少提及七次一千萬這個金額 甚至出現了總金額1.5億 而國民黨臺南市議員蔡聰豪林 念著一早就到地檢署地狀 提出議長副議長當選無效 臺南議長會選案 羈押的六個人通通被交保 但地檢署也大動作起訴十個人 但是藍綠角力不斷 依舊余波蕩漾 起訴後 臺南議會如何發展 社會持續關注 3D新聞網上有底下 以台南採訪不到